好雨造成花64线瑞港公路路面坍塌无法通行 使得新美部落对外交通中断成为孤岛 村长表示目前部落物资粮食最多只能再撑两天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赶快抢通道路 连续四天治灾性的好大雨 原本就属脆弱地质的花64线瑞港公路 前段1.3公里处整个路面坍塌陷落40米深的深谷里 交通应声中断 14公里后端的封冰箱大港口路段更是柔长寸段无法通行 而未在公路中断的奇美部落 对外交通全面中断成为了孤岛 从11号起奇美部落唯一的连外道路中断 好大雨也不停歇 造成了外部资源进不去 奇美部落人员也出不来 处境艰困 村长蒋国雄从昨天起透过了电话向祥公所县政府通报求援 并且先行使用战备米来应激之外 今天第五天村长说 现在最多只能再撑两天了 天灾重创奇美部落唯一的连外道路交通 今年一早几位部落七年为了帮助部落长辈取药而徒步下山 由于瑞港公路灾损相当严重 后续修复恐怕得要花上很长的时间 村长蒋国雄表示 部落族人明了也能体谅 但也希望能够先行单线抢通 恢复部落连外道路交通来应应 不要让奇美部落成为全台唯一的风灾孤岛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